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企业经营者 不管你是在哪一个行业 你一定要熟悉企业诟病的流程 你要在做一个企业的诟病的时候 你要深思熟悉 你要知道你要买的是什么 你要用怎么样 为什么要去买 你要用什么的过程 你买了以后要怎么来整合 要整合才使你购买的公司的效果变成最大 所以最近日月光跟细品 然后莲花科也做了一些诟病 其实这些都是好的现象 所以你要真正要了解 为什么你要买这个 比如说日月光 为什么要买25%的细品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比如说他要买的是人 那他就要去用尽 捷径心思去想 怎么样把人留下来 怎么样把这些人的工作环境改善 让他能很快的有归属感 那如果他买的是市场 那这市场还是要有人去经营 那读者在看的时候 应该常常去思考 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为什么这个时刻打这通电话 他为什么这个时刻做这个政策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买过来以后 他亲自会到那里去鼓舞他的员工 然后他讲的是什么话 为什么他会这么讲 这些都是有邪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